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畅赴随 是不是非常熟悉的两句话 我们在上一集讲到理之用和为贵 就是说中国的儒家讲究和是最重要的 天地人三才之道都是要求达到和的境界 就所谓天道地道人道都要和 和和万物才能够生养 那么天道之和叫做太和 地道之和叫做中和 人道之和叫做饱和 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是天地人三位一体的 经常我们有说天人合一 就是说人其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是和天地应该是相统一的 那么饱和 我们就说人道之和叫饱和 饱和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人要保持住天地赋予你的和气 你这样才能够健康才能够顺利 那么我们说紫禁城 北京的紫禁城那么有三大殿 我们知道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道理 天地人三才要和 那么和气之后才能够加和万事兴 夫妻和和 然后不会把好日子过成苦日子 不会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自寻烦恼 那么和和二仙是一对 我们经常说和和二仙两个特别可爱的小朋友 所以和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什么 和谐 协调 平静 美好的意思 上和 下木 木我们知道是一个木字旁 就是眼睛的意思 它是说木字意思是木顺眼 就是什么 就是看着顺眼 我看着你很顺眼 这就叫木 所以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亲近好和 我看着你顺眼 我才能跟你亲近 我要一看你我就皱眉头 我就特别生气 来气 那肯定不会去跟你亲近 所以木是看着顺眼的意思 所以长辈与晚辈要和睦相处 所以就说互相都要有一团和气 要非常的亲近 非常的和睦 这是非常好理解的 那我们再来说夫唱妇随 其实这个唱 唱歌的唱 在古代它是通甲字 它是提唱 单人旁提唱唱的通甲字 那么有倡导和发起的意思 所以说夫唱妇随 或者叫夫唱妇随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 不是说抵我矛盾 那么丈夫唱倒的 唱倒的事情 妻子一定要拥护 不是说夫妻两个人 天天在家里唱卡拉OK 老公唱什么 太太就唱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但是夫唱妇随 我们经常这话经常说 其实这话并不完全 还有后半句 后面还有半句话叫做 妇唱妇随 就是说如果没有原则性的分歧 那么妻子唱倒的东西 丈夫也同样要拥护 并不是只是妻子 去一味地拥护 丈夫同样要支持自己的妻子 那么特别是当着别人的面 当着什么 比如说当着小朋友 或者当着外人的面 夫妻一定要一致 就是说意见统一 一旦有分歧 有什么意见 可以您回家去再讨论 但是当着外人的话 夫妻之间是不能拆台的 尤其是当着孩子 教育孩子的时候 最好不要爸爸一个意见 妈妈一个意见 最后变得孩子 首先孩子不知道 应该自个儿应该听谁的 爸爸对还是妈妈对 那么如果说我喜欢妈妈说的 那么我可能 爸爸教育我的时候 我就不听 我就去找妈妈 然后说妈妈你看 我是寻求妈妈的保护 如果说妈妈说的教育的事情 自个儿不喜欢 可能就去找爸爸 因为孩子会很敏锐地发现 父母双方 他们是不 他们是 他们自个儿谁都不服谁 所以我要从中钻空子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夫妻本事一体 叫做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特别呢 就是说 尤其是有些场合 是不能够互相拆台的 一定要彼此的维护 这样才能够获得尊重 好 我们今天啊 这个中华小故事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诗词小课堂中华大世界 各位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诗词大世界 节目中 我是紫菲 那么今天呢 我请到的这个 被诗小嘉宾呢 你们两个衣服 是不是特别像 是不是特别像 我们在这季里边呢 已经出现了 两三位这个小朋友的 跟我装衫的情况了 能不能告诉你 这个衣服上 画的是什么 我觉得特别 画特别好看 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 我看出来它是什么了 我告诉你好吗 鹅 鹅 是鹅吗是吗 为什么你 你觉得它会是鹅呢 就是它的嘴巴像鹅 然后它的翅膀像鹅 然后它的头是红红的 是不是 对了 但是它好像 比鹅的脖子要长一点 嗯 脸好 是 这个我感觉它 应该是一只鹤 没关系 我们这个 我们两个呢 今天是特别的 你们俩气场还挺像的 我看你告诉 跟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因为你第一次来 大家可能不太认识你 好不好 来告诉他 你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哈喽大家好 我叫于东升 我今天 我今年六岁了 六岁了是吧 今天六岁 昨天呢 昨天几岁 我昨天也六岁 明天呢 六岁 回答正确啊 特别好 那么于东升英文名字叫 鲁 鲁卡 鲁卡 你确定啊 鲁卡今天是六岁 对 然后呢 特别一点都不害怕 一点都不怯场啊 那么你今天要给大家 背的是什么诗啊 四十田园杂星齐二 天哪 连诗名都背得这么齐啊 我 四十田园杂星十二 我知道是谁弄的 谁弄的呀 咱们说是谁弄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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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弄的人叫什么 叫范什么 成大 范成大 对了啊 是范成大弄的 但是不是弄的 你应该说是 他写的诗好不好 好不好 我妈妈说 我要说 弄范成大 对 妈妈说的没错 的确是范成大的啊 但是一般来说 蛋糕的我们说是弄的 蛋糕也不是弄的啊 我们诗都是写的 那么我们先请 呃 先请鲁卡给我们来 背一下这首 田园 四十田园杂星 好不好 嗯 声音红亮一点 给大家背一下 我们背得可别好 开始 哈喽 大家好 嗯 我叫于东升 我今年六岁了 我今天要给你们 背一首诗 嗯 诗的名字叫 四十田园杂星 起二 送饭成大 梅子金黄 杏子肥 麦花雪白 菜花西日常 梨落无人过 唯有蜻蜓夹蝶飞 哎 背得特别好 而且你还有动作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 蜻蜓 蜻蜓啊 蜻蜓的翅膀吗 蜻蜓夹蝴蝶 蜻夹蝴蝶 对 非常非常好 蜻蜓夹蝶 夹蝶就是蝴蝶的一种 就是那个那个 有这个卖花 有菜花 好多花 然后你看过蝴蝶在上面飞吗 看过蜜蜂吗 看过蜜蜂啊 看过蜜蜂 蜜蜂啊蜻蜓蝶 都喜欢落在花上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觉得它这首诗写的是 写的是城市里的故事 还是写的是乡村里的故事 我知道为什么是 它说杂星奇二 为什么呀 这是写这个诗 有好像是有 很多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 他写了很多这个诗 这是第二个他写的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所有就叫杂杂星奇 你回答得特别好啊 我都已经学会这个 我还没问你就已经回答了 他那首诗呢 的确他写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诗 然后从春天一直写到 夏天秋天冬天 这首诗是他其中的一首 对不对 对 所以写的 你觉得他写的是 写的是哪一个季节呢 我们选一下 春夏秋冬 你觉得他写的是 哪个季节的诗 夏天 夏天 不错 非常棒 路卡你 我知道你这个中文还不错 除了这首诗之外 你还再给我们背首好不好 鹅鹅鹅 背这个是吧 背你衣服上这个鹅鹅鹅是吗 好 鹅鹅鹅 永鹅 来 我们请路卡来 背 永鹅鹅鹅鹅鹅 去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轻波 特别棒啊 背得真好 这个是不是你很早就会背这首诗了 就背 是吧 我小时候就会背 小时候就会背 现在长大了还是会背是吗 是 而且你今天还多背了一首 四十天原杂星对吧 嗯 你觉得背诗难吗 不难 不难 家里平时谁教你背诗啊 妈妈 妈妈教你背诗 妈妈背诗好吗 好 你觉得你俩谁好 嗯 你觉得你更好一点吗 我觉得就我妈妈 你觉得你妈妈好是吗 下次让妈妈多交两手 我们再来 再来上节目好不好 你今天表现特别特别好 然后呢 在我们节目最后呢 在在你的这个 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啊 会 我们会有一个视频 就是专门是你的视频 所以你希望大家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吗 你希望大家喜欢你吗 对 所以你要跟大家 对着镜头要跟大家 再说一下你的名字 让大家记得住好不好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于东生 我今年六岁了 哎 于东生今年六岁了啊 表现特别好 你是把后边镜头还要说起来 咱们是已经背过了 不用再背了 特别可爱 然后呢 于东生今年六岁背的是 四十田园杂星二 而且还背了一首永鹅 对不对 今天还穿着一只 穿着带有鹅的这个漂亮的衣服 我总觉得它是鹤 好 请大家呢 一定要支持我们的这个 小卢卡于东生啊 她今天表现特别特别好 希望你以后呢 多来我们的节目 好吗 嗯 长得要这么帅 好 我们来跟大家 揮揮手说什么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好棒 不要礼貌 特别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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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